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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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到我们结婚 有的是吵吵了事 有的结婚之后很幸福 有的结婚之后不幸福的也多得很 尤其在死了之后 哈哈 问题更大 死了也不瞑目 即使瞑目了 还是心不安了也一大堆 这即是人生的精华人生 所以在最近我们微信电视台 因为我们是公益性的电视台 有一天我们电视台总经理 还有经理 我一起开会了 我们微信电视台 我们节目是利益社会大众 我们的节目是完全公益事业 没有广告可以收入 即使有广告 那也不够一个人的薪水而已 那么美国要花那么多钱怎么办 售碑来了 售碑会 那我要想想好了 过了第二天 我要想一想 我们张经理告诉我 师父 我们开闭一个网路 那要什么节目呢 我告诉他说 回来喜讯 就是回来喜讯的名项 很好耶 回来喜讯由师父 一有时间就提笔写起来 给大家一些妙法 一些趋吉避凶的妙法 都是回来喜讯 结果我们参与于 这个活动的有好几千位 我就想一想 花个讯 我用毛笔写了回来喜讯 这么大的字的回来喜讯 你要来付出一万块了 我就送一张回来喜讯 亲笔写的 不是复制的 回来喜讯 所以我就写好了 铺上去了 哇 就一直很多同修 因为师父现在越来越老了 眼睛越不好 啊 师父的字越来越薄 是宝贝的薄 不是薄薄的薄 越来越薄 要我签注写了莫保 金费确实也很难得 所以花差不多三四天了 就有两百多张了 那我的售备会就够了啦 第一个阶段的售备会过了 第二个售备会又不够 那好了 我开放只有第一个阶段 好多同修咧 所以他们也要啦 要输入的亲自 亲自写了回来喜讯的莫保 切实很漂亮 所以我写一写咧 刚好有一天 那黄东华同修二届的 黄东华师兄同修咧 到台东到场去 啊 他有三个女儿都还没嫁 还有一个儿子还在读书 我就写了赶快送一张给他 不收钱咯 因为凭此我的身体的整级啊 他都免费了从台北到这里来 也不过能收契鹅钱 那我就送一张飞来喜讯给他 他这张拿回去咯 没有几天咯 喜讯来了大女儿一方啊 就人来提亲 交男朋友咯 男朋友帅哥咧就来提亲了啦 飞来喜讯了啦 那怎么做呢 所以要我要写 我当现在只有写还不到一百张 没有时间嘛 救不贵的嘛 救不贵的那怎么办 还是要写啊 为了钱啊 还是比较困难下来啦 让更多的人有飞来喜讯 家里挂上去 要不要帅母的 飞来喜讯 要不要嫁子的 飞来喜讯 要不要生孩子的 飞来喜讯 要不要老的 飞来喜讯 好 挂得也不错啊 好 所以啊 黄同华 同修咧 今天呢 他又来上课吧 二姐本来在大恩寺啊 就来这里上课了啊 问我说他女儿要结婚喔 人家的订婚一些礼仪啊 礼节啦 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嫁过女儿嘛 以前有娶过老婆啊 公公啊 爸爸妈妈把他戳边了 给祖母啊 那么现在要嫁妻子给人啊 我告诉各位同学 我说你没有大面神啊 大面神听懂吗 国瑜怎么讲 大面神啊 大面神啊 哈哈哈哈 你女儿 要双方都很高兴啊 所以这个接下来烦恼来了啦 好了 所以早上也一直问我很多问题啊 那好了 我今天就来 把这个人生一大事啦 结婚的是生不谈 死也不谈啦 我们一定只谈结婚 这个礼节啦 因为结婚的礼节 礼仪啊 嘛 各有不同 有时候台南 哦 他们24行一类欸 哎哟 嘿啊 现在年轻人看了 要煩惱时呢 那到底怎么办啊 又不结也不行 要结喔 琐碎事情 没有弄好 本来感情很好 为了做这个事情 弄的不好 感情又不好咯 那就不要节不是更好吗 节乐反而麻烦 但是天上的礼节 世人世间的礼节 我们一定要相回应 接着来为各位来讲解 各位维新闲事 人生的快乐事多得不得了 但是我们反而把快乐的事 弄成反目成仇了 也多得不得了 很好玩 人生来到世间里 福气不够了 磨磨考考 你福气够了 你就会碰到贵人 帮你解忧解愁 所以当一个人 无论男女 渐渐长大之后 变临了就是要结婚成家 那么你成家结婚的礼节 那要怎么办 尤其结婚了 哪一个是我的老婆 哪一个是我的老公 这又是更大的问题 曾经有一对夫妻 老公已经五十几岁 老婆也差不多五十几岁 结果夫妻一直吵 吵说他老婆对他不好 老婆吵说老公对我不好 就到仙胡寺来 向王产老祖告状 说老祖啊 我叫的老公 对我很不好 老公等一下翻到进来 他上香 老祖啊 我的老婆胸巴巴 那怎么办啊 嘿嘿 刚好认到说 有在为人排游解难嘛 轮到号码 两位抱了号码 前后放 我说你们是夫妻哦 自己这样 你就过来请坐 我就举一个例 人夫妻是不是 罗斯公也罗斯母 罗斯公跟罗斯母 对不对 鬼婚套鬼婚的啊 不是啊 人不是啊 他说不是啊 人不是那是什么 这是有感情嘛 那对哦 这是感情 那你们差几岁 差四岁 四岁我们一般结婚 难得要娶少他四岁 老婆才会对他好 老婆呢 就要嫁一个多他四岁的老公会对他好 结果两个都不一样 怎么 我说梦想 不是成真耶 成泡影耶 我说你们又不是罗斯公与罗斯母啊 是有感情的 你们夫妻 谁的爱付出最多 老公没有话讲 老婆呢 我付出的爱最多 老公 那些人都昂昂了啦 不好意思啊 我说男生错了 男人大丈夫 啊 美女 面对他来的 不出来就不出来啦 哎呦 你还在那边 大丈夫顿住 帮我看 苦大 帮我冷 啊 不到素的岩 没什么 怕鱼揍不肥 小腿腿腿腿 儿子 那么你这个男生你就错了 那个时候 老婆我的旁边看 旁边的这笑 拼笑出来 拼我笑 拼笑是啥 在北京不知道拼的笑 是不是 哇就那老子开始了 女人 最大的本钱 就是对老公好 是最聪明的女人 我说接下来老公 还要知道感恩 我说你生几个儿子 三个 三个儿子 很厉害吗 好 我很厉害 两个好小 十个儿子还漂亮 拼笑都很厉害 我说做一下 你要感恩你老婆 老婆 他对他跟你生这三个儿子 他说我带牌子也有了 没有你再带看看 你如果好带你去带看看 你反正带到一个 啊 谁谁啊 还减赚一个 对不对 哎呀 男人啊 那要有那么度量 男人 不懂 好大大 不是你老婆 你如果可以出外国 走开 太太就是你的 你的老婆最漂亮 若是不漂亮 你为什么要举她 那么 我跟他说 你这个 你把老婆 当做菩萨 当做菩萨 老婆 把老公也当做菩萨 当做金刚护法 老婆呢 谢谢念的时候 你要认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认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们这个就可以好多分了 所以 你家里有一位法师 你把老婆当成法师 每天跟你诵经 念经给你听 你就要好好要参 要悟 师父 这个十个人 师父 今天你们都为我没讲话 我本来按照 男子汉 沙场战将永无比 口气桌上扫山杯 你都要喝对吗 对啊 我酒喝就好了 所以我说 要让夫妻 没有让别人评他 你让你儿子 他们老婆给你评他 也没得到他 你让你儿子 他们老婆给你评 也没得到他 两个都要 坐坐坐坐 我以前没合分 没合分就洗三个 你还要合分就要洗几个 对不对啊 所以两夫妻 想想 诶 对啊 老师 那我们换了什么业啊 你换了业就是说 你只希望别人对你好 你忘了你对人家好 尤其男人 你忘了对老婆好 忘了对感恩岳父岳母 那他老婆就说 好 我老公了 都说你老婆啦 你老母了啦 好 我觉得谁没用的男人啊 谁没丹丹丹啊 好 那个男生呢 他说老师啊 你又有个女儿跟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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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哎呀 这不是这样啦 男人男主委带政府 你做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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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老祖民庭拜佬祖了 這樣是不是五萬萬 沒有五萬 回去就兩老母為了財產還要買一間房子 要訂起雙的名字 有又在種了 我問你們為了財產要訂起雙的名字 是啦 叔父啊 最近我們都要訂一間房子 已經買了 要用雙的名字才好 用雙的名字 我問你女婦人 兄弟七世 糟糕 你母親財財財財財 你母親給我給你省 要訂起你母而已 好 因為很不安 師父啊 你怎麼每次都為我沒說話 我如果這樣你的財產就不會買我白條 喔 就是這樣這樣而已 所以有了 到現在來 我們已經又過了十幾年 十幾年有空就回來拜佛 來拜老祖 一家幸福 我最近開始要帶媳婦了 這裡說 師父 來給我請 好嗎 我以後才說啦 因為最近來我們法會到 我沒用好給他們請 家庭圓圓圓就好了 這就是道 道的精神在於父愛 父精 互相的了解 和了解自己的天命以責任 相當人開始 也讓她得動 她們沒有任何人 她們不夠疑存 她們吸引我 家庭的天命以責任 我可以用一個比較不穩的 一家人 他們就給你 那些太厲害了 那些太厲害了 我一家人 愛以分 愛是付出與包容 愛不是獨立的佔有率 你獨立的佔有一定生活很痛苦 所以有人問我師傅 我們兩個要合分好不好 你們就帶來我要跟你們好嗎 我只有問說你們看清楚了沒有 你們相互了解了沒有 你們了解雙方家庭的生活方式了解了沒有 你了解到你結婚之後 男生老公的身邊周圍的生活環境 親朋好友 了解到男生他是不是前面講後面做都一樣 這都是合分的最高境界嘛 所以有一次我們一位信徒來 兩位帶著兒子女兒 兩對信徒都好朋友 但是他兒子多好朋友的女兒多六歲 六充掛六充耶 六充耶 十充九散耶 我的兩個年輕人 我告訴他說 我告訴他說 你們兩個是六充 你愛不愛他 我很愛他 你都是萬一充了分頭怎麼辦 我也絕對愛到底 哎喲 阿达摩 女孩子咧 我很愛他 他衝我 我倒了 我這位不是再爬起來 這個就好兆頭了 倒了 再爬起來 拍拆討了啦 所以就兩位兩個都好 你們兩個 六充 是最好的老師 最好的指導老師 我說我們有一位老夫妻 男的九十六歲還沒死啊 女的九十歲啦 六充嘛 長到九十六九十耶 一個師父 爸爸媽媽說 師父 他們是怎麼吃的 吃到九十六 到九十五歲喔 沒有充死喔 他們是消業障 結婚 吵吵鬧鬧鬧 充到老 越充身體越壯 有一天 看到老公 原來很兇嘛 老公呢 突然間不會講話了 對老婆呢 非常有禮貌 都不講話了 那時候老婆呢 就起煩惱了 老公 你怎麼不再吵 怎麼不再吵 是呀 我跟妳找一四人 我要來回家 他說他要回家了 這時候老婆會不會煩惱 會啊 那他們吵架什麼吵鬥 你知道嗎 都只要搶手 一個搶手 老婆呢 她就搶手 就要打老公 老公去到了 還搶手 要就太打了 那時候 是這樣 到只有六十 九十六 九六元寧 開走 兩位老人家呢 來這裡說話聽 人生呢 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有的大聲有的寫聲 只要兩個歡喜就好了 所以這一位請假前五呢 聽到我這麼講 好 好 馬上結婚 英文回去送 一個同房 你看 兩對老大人 年輕的 後來看過日子 我還幫他看日子 他們結婚喔 現在過了十幾年 婚姻好得婚 感情婚好 為什麼 他說我們兩個 不用讓他笑 人家插六塊 別讓他撩到啦 這個心理學 思想 改變了嘛 這樣而已嘛 所以 世間的事情 紛紛擾擾 要悟 你不悟的時候 你再差四歲 三合 六合 都沒有用啦 真正的合 在於我們的念頭 和心啦 所以 希望我們的 維新賢士同修 你們以後 都會找你們 合分的特別多 先問他身體 心理思想 準備好了沒有 兩個人的缺點 你都要先跟他說出來 他四遙數火的 比較大火大了 你跟老婆說 哎喲小姐啊 這個你的老公以後 個性會很烈喔 因為他属火嘛 啊 這個先生啊 你的 太太呢 她的個性她属精的 很剛喔 先把 見性 性 都是個性的性 這個我們是好事啊 好 好 這樣都是結婚好了 好了 現在就要提親了啦 提親咧 我們黃東華師兄咧 好 跟我說 回來學姓 掉下去了咧 我送給他咧 好 男孩子家裡 爸爸媽媽 來看結婚 來提親 來提親 他就 他就 要先驚喜 先驚喜 要來 炮蝶啦 就是這一個 規矩啊 要請人 結果 人家裡都不敢吃 他說 吃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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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敢吃 他這樣 比較有禮貌 嚇一回 也不敢吃 嚇一回 嚇一回 那是禮貌 那麼 但是我就不一樣了 當時我甩甩啊 我相親 去師母人家裡 那當時 他還要請吃飯 好啊 我一次給他吃四碗 吃四碗咧 我師母的爸爸看 這年輕人 這麼多吃 一定會賺錢 今天用 所以把女兒 逼著他要嫁給我 師母說 你很貴賓 所以 我就會嫁 我不介意你小結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結過婚啊 我沒有 我不懂得禮貌啊 人家請客 我就接著就嫁 我這邊就嫁 要衰老闆都嫁 我現在才對 很難得禮貌 都往生了 我半年了 很難得禮貌啊 我這裡好像很懶惰 我都是衰老闆 我往前 Left 不走來才會這樣啦 還有一地位 那一个第二理学,就是诚心一片 接着提亲 男朋友的女孩子爱情提亲 我们至于准备做到 我们做主人的身份 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那就是啥,那什么意思呢 开始将未来称到前面 说我们岛不是没他吃的 我们岛不是没他吃的 所以这个是习俗的问题 我们不要拘离这个小节 能够相互的尊敬很重要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 我们未来做每人的机会非常多 而且你们都是天神师 也就是仁天师 所以很多结婚的礼节 我们妙法普传,我传了很多 我现在把这个一般的礼节 风使习惯,讲给各位做参考 也许不符合你们地方的民情 那都无所谓 只要诚心最要紧 那么我们黄师兄呢 问了说,叔父啊 那订婚要怎么订呢 要怎么请客呢 那么他问我说,叔父啊 我女儿男朋友一病 我想我们结婚的时候 圆会法师 他那里也没有嫁过女儿 因为圆会法师没有结婚嘛 所以没有女儿可以嫁嘛 那他的女儿 就是宜兰道场的学生嘛 我们的贤士同修啊 所以希望在宜兰道场 能够办结婚典礼 我说你不要一厢情愿耶 而且黄冬华师兄呢 说,叔父啊 订婚的时候要怎么请客呢 我订婚的时候要你请客呢 这个礼节呢 有好多种 有的订婚那一天 女方就开始请客 有的要请客 就是等到结婚的时候 归零女方再请客 和礼要先结婚 然后归零再请客 和礼是这样 天上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先找到归宿去人家 这些有一种礼俗 那么我们就谈订婚 南方到女方 这里订婚 一切手续完毕之后 那么要请客了嘛 请客客 南方一般都吃三分之二 这就先走 奇怪耶 我还有菜呢 请客钱 我菜要有呢 还有一半呢 话也不讲 就怎么走啊 好 我很气 你瞧不起我 要先讲清楚说明白 接着礼节 是什么呢 南方去女方 你不要跟人家吃得了 不要吃得够够 意思听懂吗 不要把人家吃够够 够到三分之二 要跟老女方 女方耶 把女儿嫁给我啊 给我们做媳妇啊嘛 所以那不用跟人家吃够够啦 但是呢 有一些女方的家人啊 就会跟人家说哦 要做媒妊啊 要说做媒妊 要跟人家说 他都没人家吃够够够够够了 等你 rig 你去当人家说 好啊 你出來 啊有的咧 好啊你這樣吼 我叫丟到刀菜就出雞了 丟到出雞你就好走 對 你沒吃吃酒就可以做了 老比較多 這個理解你做麥人要注意 要先講好 我也要知道 你看了魚出來就好走 要跟他們有春啦 年年有魚啦 啊不知道啦 講我算什麼吃 吃得很少 啊這聲呢 請家吃午餐啦 那個要打臉了 我那吃花夠夠 原來好事變壞事啦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說清楚 你說請家 你要讓我們請 你知道嗎 你一定 頭 講到尾 有頭 又有味 好頭 又好尾 好頭 好尾 這樣我們就要跟他們講得夠了 你沒補了 人家說一說 看魚那邊在撞了 哇 那就不對了啦 那就沒有理貌了啦 沒有禮貌 好 這點我們要先注意 嘿 要事先講清楚說明白 那麼 至於歸零 歸零的問題啊 有的人歸零夫妻帶回來 來吃這個飯就好了 他說地方呢 他就請很多人客 請他的所有的親家都來 等到歸零 請我們女方的親家 親家朋友都來 看你們去商量好 想要勤 商量好 那麼免得誤會 這樣老爸的小孩呢 很溫馮 親家子 不怕不勃 那麼不和睦 那老爸的小孩呢 真的很痛苦啦 那再來呢 男方 結婚 女方呢 來 一定要吃夠夠 吃到小孩 豬湯出來 吃到豬湯出來 不要怕老爸這樣撞下 看著魚子不用怕 你不要老老老老 不要煩惱 因為你女兒子去人家 已經有夠 大的膨海了啦 所以你要吃給狗 吃給老老老老 吃給狗 吃給老老老老 給老婆 新郎新娘 老老老老 這是天上下來 大家相互祝福 好 好了 我們請客 辦到 我一向都很不喜歡 大家辦那個什麼 那些首選啊 然後一二三 哈 那不好頭菜啦 我本來的 我本來的 辦那個都 一二三離起來 你不起來 那邊發黑啊 那邊啊 死啊 啊 這麼痠啊 你們這個 你們辦桌的 最好 不要去做什麼首選啊 第一 海了啦 你一個山啊 再來 海山啊 有個說死啊 海 四 山 三個 栽養 這四人 怎麼幸福 不幸福啦 所以 你要請客 尤其在做大壽 老大人做大壽 你不要去做那些首選啊 你要叫做首選啊 拜託 啊 死啊 那些就拿這四人看了啦 那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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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那些老人聽到齁 很快就數笑笑 這都很不好的 這次是一個理解 所以我們維新聖教 藝京大學 前世同修 都是做社會的文化的老師 除了很多禮節 我們廟法普傳很多以外 這個事情 半導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很重視愛情主義 尤其呢 現在不是很好呢 這個 死鬼 你找到多子多生的 歐巴馬那才好 你看啊 這五子的啦 五子啊 阿伯每天都不生啦 葡萄 現在不怕的 這五子呢 很好耶 五子呢 你沒有什麼 一戀去 阿伯不生 所以我們要辦桌呢 好好拆討 一定要辦好 這個大家要注意 各位微信閒事的同修 除了禮節以外 我們不要太計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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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的地方計較 要幾個禮幾個列來呢 喔 這個我看過很多很多 像南部的文化 北部文化 中部文化 都夠有不同 所以現在 我都很鼓勵 年輕人 先去辦結婚登記 然後請客 結婚登記 你要選好日子 那天的登記 跟那個時 喔 這個呢 也是很重要 我看過很多 不過 為了結婚的禮儀 哇 我們那個拍拍感情的 有夠多啦 我們來發發興興的 變成不高興的 要影響到年輕人一代 他們的幸福 我們做家黨的呢 爸爸媽媽的 是很心疼的啦 因為受 這個受惠的文化禮俗 所捉弄的啦 不瞭解 你就一直認為 對方來 向上去受拼 那也不好 曾經我們一個信徒 就是說 兩位 道上 都道上的 這結婚的中宿 要讓當中的東西來受拼 非常不好 那一位 一位 南方的 爸爸媽媽 是道上的朋友 但是他很尊敬王臣老祖 所以他就來看日子 我幫他看日子 我說 沒有人啊 你娶媳婦這次 你聘金包多少錢 這道上的朋友呢 他說 我當然幫我多少錢啊 你有要求他們還給你負責嗎 當然要給他負責啊 還要想 這聲 另外做道上的兄弟 他很散 這面一張好錢啦 我說 我說這創事 你們 這兩方的請求錢 你一度都放出來 你交代 你這個 別人送去 但最不用把貼頭上划 貼不夠 我還會補 這個道上的兄弟 他說 欸 師父怎麼會這樣做 怎麼會這樣啊 喔 你做 有法的 你們的媳婦 師父 他們的 比較沒有好顧之餘 你不要說 叫我 哇 禮善往來 那也就不對了啦 那一個道上的朋友呢 他就是很 講義希望 好 我做得到 我大大肚 幫幫忙 我告訴你們 那些錢 他們有錢嘛 他說 啊 他們很散耶 很散 後來我們 帶媳婦的 那就很好嘛 你人做到了 他就 大大大 他把他開一千萬的 那些金錢給他 一千萬喔 啊 心頭 你會拚拚拚拚 不知道真的會給他收 還是會給他收 沒有啦 你這樣怎麼辦 那次咧 那去 青雞 那邊咧 他又怕開一千萬 那裡又行他 齁 那兩張拿來 結婚之後 很感動 來老住民 好像拿來 亮雞 我叫你要拿一張花 我這樣 我青雞 我不知道他們有錢 不知道他們青雞有錢 所以各位同修 青雞 青雞千萬不要去收費 大家 我不要想要去 好啦 好啦 選日子啦 你騷擾 青雞一個行 一個筍 一個筍 一個海 你看 選時間怎麼辦 好 時 黏的不是沖青雞 黏的就是沖青雞 好 所以到那裡 這個 我們的島上的信徒 他說師父啊 我們爸爸也告訴我 我們這個 要娶媳婦 真沒娶 選那些事沒娶 我們很簡單嘛 公正結婚 紅的媽 去公正結婚 辦辦的 你們這兒娶回家就好了 所以 這位 我們的信徒 先生兩個媽 唉呀 師父啊 你如果這麼多開花 都有這麼開花啊 我的開花就是圓滿 辦一個有主婿 大家 可以 一世人 歡歡喜 最要緊 再來 我就說 你 請家做好 結婚證書兩個來 來 不要購紙一份 購紙一份 就準備要結婚了 準備要結婚了 準備要結婚了 老婆辦 結婚 當自己 證書在那裡 發你公正 兩份都給媳婦 都給媳婦啦 他說阿伯就 沒什麼兵器 你呢 你媳婦是要做一世人 做 第四天 又開竅 所以這家 黑道的兄弟 到那裡 媳婦帶來 就這樣收拾手 那現在也是我們的同修啦 你看 所以老主啊 給我們方便法文 我們要誤 要誤 世間與何為貴 人生一大事 至於請人家的事情 請一請就都沒關係 不要去計較偶像 他們都請那麼多 不要去計較 總法 還要嫁女兒 女兒嫁出來 很認真 很認真 祝福他們圓滿 媳婦娶出來 也很認真 兩老 繼續要生活 兩老的 老來好 老鄉好 最好快 也希望年輕的 他們也可以老鄉好 這要對世大人做起了 這就是 都是非來許信 非來許信 希望各位同修 把這個法則講給各位 文化歷史 時代在變 人情似乎在變 而且 一切禮儀 法無定法 非法非非法 不要基尼行事 但是 拜祝 想中 要 這點呢 以後我們有機會 繼續來為各位來講解 那麼今天 先把這個非來許信 送給各位 你如果要娶媳婦 嫁女兒 或是要娶女兒 都好 非來許信 你們可以向微信電視台 去申請 去定告 祝各位阿彌陀佛